百里州 长江上最大的江心州 也是湖北省枝江市的一个镇 这里有一家全岛唯一的书店 书店不仅免费供当地人阅读 也成为了很多儿童的心灵港湾 近日 记者来到枝江市百里州镇 对岛上书店进行的探访 岛上书店的负责人名叫陈木兰 1986年出生 2019年 陈木兰带着爱人和孩子 从上海回到百里州创业 回到故乡后 他发现 很多大人和孩子都沉迷于手机与电视 从小就喜欢阅读的他 希望通过开办一家工艺书店 用书箱点亮一盏精神之灯 出去了很久之后 再回到家乡来 现在小孩子都喜欢玩手机 看电视 所以就想开这样一家书店 让我们岛上的文化氛围更好一点 岛上书店虽然名为书店 但是不售书 也不租书 书店装饰温馨而雅致 150平方米的空间被隔成多个区域 收到的图书品类十分丰富 包含文学 历史 科学 心理学 医学 农业学 以及儿童书籍等 书店每天都开放 工作日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周末延长到晚上九点 书店还不定期举办免费的读书 书法 绘画 写生 手工等文化活动 我们还开设了许多的一些 比如说网上的超市班 还会请一些外地的老师给我们讲课 在百里洲非常的闭塞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途径 让孩子们去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但是我觉得读书和教育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道路 成功将不少人吸引到书店读书后 陈木兰发现自己做的还不够 他告诉记者 让现在的农村小孩从家里到书店来看书 要克服的困难比自己小时候还要多 对于很多小孩来说 不能仅仅带他们看书 还要做他们的知心姐姐 在心灵上给予陪伴 12岁的刘雨薇就住在书店附近 性格有些类像 为了锻炼女儿 雨薇的爸爸和陈木兰商量后 将她送到了书店担任临时图书管理员 于是雨薇一边在书店读书 一边协助陈木兰打理书店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如今的雨薇不仅说话变得大方 也更加爱笑了 可以让自己多看看书 然后可以为别人服务的时候 自己会感到很开心 自从来这里当了几个月的图书管理员 他也有特别的有责任感 就说小朋友把书看完了 就是放到那个书归内一下 然后就放到里面 以前在家里面自己的书都到处认 都还有妈妈帮忙捡的 所以说他现在还是比较有改观 据了解 这两年岛上书店的开支 一部分来自爱心捐款 还有一部分是靠陈木兰 开设刺绣手工科的收入 作为返乡创业的新乡贤 他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2020年 百里州镇政府给了书店 2万元扶持资金 直江社委宣传部 也送来了价值5000元的书柜 因为我的工作比较自由 就是全国各地教授刺绣课 然后有很多的公众号粉丝 学生 大家给我们捐的书 所以我们书店现在1万多册书 基本上都是全国各地的 粉丝和网友给我们捐过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家 凝聚了很多人爱心的书店 目前 岛上书店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成为岛上不可替代的公共阅读空间 在岛上书店的招牌下 陈木兰标注了一行小字 从百里州到全世界 陈木兰希望书店能打开 岛上居民看到世界的窗口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我们今年的有个计划就是想说 能够办乡村阅读会 让我们的读书活动走到乡村里面去 让村里面的孩子也能够来读书 我们会跟其他的社会上的很多的单位 比如说民政啊 还有政府啊 就方方面面去合作 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到孩子们一些状况 比如说一些留守儿童 我们希望把书店作为一个载体 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小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